现在在中途岛博物馆 在去往中途岛博物馆的入口 上面还有好多可以积 然后还可以去积库 进餐馆 这边有好多好多的 不种小池摊还是什么的 看这里 多小店 对 美国圈 景点多 都没这么多小店 对 基本都不过 我们看一下沙漠 这边可以看到沙漠的沉吗 竟然是个景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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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在中途岛博物馆 在去往中途岛博物馆的入口 你看他们的甲板都改装成餐厅了 里面有饭子 诶 就是人这样 不要去吓一跳 是真的吗 航母上吃个饭 对啊 他们吃个饭 没有模型 有个人在听广播 这边隐藏个轮子怎么好玩 把它给伸出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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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好好玩的 有这样张开的红色的翅膀 这么大一个空间是机库里面放飞机 然后人可以在这边活动 这个闪风 外面的整片是个电梯 飞机可以推到这边 奶奶上去 然后再开个机器 小伙子上的设计还可以再下来 还可以卖起阿伯 小伙子怎么吃的啊 喝的啊 什么的啊 一整个还有这些团 小伙子 小伙子 还可以给飞机加油 充电 我们现在在航母的甲板上 这是一辆黄蜂战斗机 本来它涂成黄色的 然后它这个战斗机不是工程师设计的 是请了一批飞行员 然后问他们说想要什么样的飞机 飞行员说要一个最酷的飞机 它就是没有操纵屏幕 所有的操作都集中在操作杆和油门 因为触屏不好用 触屏感都比较麻烦 实体件比较好按 对 这个是放手机的 然后这个是喝水的吸管 安全帽 这个是个安全帽 然后这个是个佛珠手串 这个是导航 这个是那个手机架夹平板的 这个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并且它在有机会的 这个是个佛珠手